第二 绿茶咖啡很特别吧 你不一定要去买绿茶咖啡 但是可以把绿茶跟咖啡用1比1的比例加在一起 像我自己是直接喝绿茶咖啡 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绿茶有额茶素 咖啡里面有绿原酸 两个共同的成分就是咖啡因 而这些成分都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促进代谢跟燃脂 你可以在早餐的时候来一杯 或者是下午的时候来一杯 都可以帮助增加代谢 第三 少吃还是瘦不下来 每次减肥 减到最后那两三公斤的时候就卡住了 到底该怎么办? 突然觉得卡个几个礼拜 灰心丧志 自暴自弃 之前减的体重再给它吃回去 哎呦 其实你就是遇到了停滞期啦 到底要怎么样打破突破停滞期 今天就给你突破停滞期的 运动菜单搭配燃脂食物 哈啰 我是营养师高明明 欢迎收看一分钟给你营养师的大闹 我已经不想纠结一分钟了 我们把事情给讲好来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常跟我分享 到底最后那两公斤怎么就那么难减 为什么最近体重就卡住了? 到底停滞期是什么? 人体为什么要停滞? 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 其实呢 停滞期就是我们常讲到的那种平原效应啦 身体呢 它对于我们的保护机制 如果你为了减肥 你吃比较少 或者是你觉得很累 然后你就吃少又没运动 那身体它就觉得 哎!你要嘛不是预饥饥 要嘛你就是不需要那么多热量 所以它就进入了一个保护自己的模式 基础代谢率就会降低 你燃烧的就没有那么多 加上它会觉得因为你饥饥 所以我要进入一个囤积模式 只要你有吃我就要收纳起来 免得你之后不吃那我怎么办 对不对? 因为这样子 你一吃多它就胖很快 你一吃少它也不太会动 这就是身体奥妙的地方 那要怎么样突破呢? 给大家一个运动上的菜单叫做 简单来说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呢 用强弱弱弱弱穿插的方式 比方说你在慢跑前 那你就先热个身稍微快走一下 然后开始慢跑一分钟 全力充斥20秒 慢跑一分钟 全力充斥20秒 慢跑一分钟 好一个回合结束之后 你轮三个回合 一个礼拜二到四次 来作为你的运动菜单 那这时候你身体开始运动而燃烧起来 增加你的代谢率就有机会突破 如果你是一个平常就有在运动 还是卡关的人 那你可能就要试试新的方式 改变你的运动方法 给身体一个新的刺激点 比方说你平常是慢跑的人 跑一跑跑一跑 你好像觉得就这样子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你就可以试试看 去游泳啊 去骑骑脚踏车啊 或者是在你的生活当中 加入重训 听到重训不要想说 是不是要取牙铃啊 弄什么杠铃片什么 不是 你可以去做个深蹲 或者是伏地挺身 利用自己的重量 来增加一点训练 就可以慢慢的突破停滞期了 那像我自己产后啊 前阵就是一直卡在50都不会动 所以呢 我就开始加入了 燃脂的食物到我的饮食菜单当中 也加入了慢跑到我的生活里面 结果 四开头就出现了 那到底什么是燃脂食物呢 今天告诉大家 燃脂食物一 姜 因为姜里面呢 有姜细分可以帮助我们促进代谢 有时候你喝到就是有姜的那种姜汤 比方说 红豆姜汤 或者是蛤蜊姜汤好了 这个是我最爱煮 就你喝完那个汤 你就觉得 诶 全身好像热了起来 这个就是姜里面的成分跟他的多分物质 启动身体代谢 所以你可以试试看用姜 那如果不爱姜的味道的人 也不用勉强自己喝 你可以试着自己在洗澡啊 或者是一个礼拜 给自己一次的泡澡时间 或者是泡脚也可以 你就在那个泡脚筒 或洗澡的浴缸里面 切一点姜片 泡到那个热水里面 给身体泡一泡 诶 也可以促进代谢哦 第二 绿茶咖啡很特别吧 你不一定要去买绿茶咖啡 但是可以把绿茶跟咖啡 用1比1的比例加在一起 像我自己是直接喝绿茶咖啡 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绿茶有额茶素 咖啡里面有绿原酸 两个共同的成分就是咖啡因 而这些成分都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 促进代谢跟燃脂 你可以在早餐的时候来一杯 或者是下午的时候来一杯 都可以帮助增加代谢 第三 辛香类的食材 像是黑胡椒 或者是辣椒 因为黑胡椒里面的胡椒 碱可以帮助抑制脂肪的合成 而辣椒里面的辣椒素 就可以帮助我们产热 有时候呢 你再吃一个一顿饭 然后撒一点黑胡椒 跟加一点辣的时候 你就看到 有人一边吃那个馒头大汗 就一直流 那当然你吃的东西 热量也是不可以太高啦 这个东西就是当一个辅助 就可以帮助哦 第四 给他吃起来 什么 减肥都减不下来了 还可以吃淀粉吗 很多人都避之唯恐不及 可是身体是需要淀粉 来帮助燃烧脂肪 不敢吃淀粉的人 不妨把你的淀粉 换成全骨类的食物吧 像是燕麦啊 糙米啊 或者是像是一些地瓜 南瓜 芋头等这种 全骨杂粮的东西 因为里面呢 除了有膳食纤维之外 还有维他命B群 B群不要小看他哦 他是帮助我们身体的一些生理代谢 包含你的脂肪 分解 合成 能量代谢的 全部 都跟B群有关系 所以一定要注意补充 最后 小黄瓜 大黄瓜 含水量高的食物给他吃起来 诶 怎么那么特别 吃这些瓜呢 因为他的含水量是非常高的 大概都高到90% 水分他本来就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做到代谢 很多人容易嘴馋 可能都是喝水喝不够 那当然有些人说直接喝水 嗨大家好 这是肥波 这里是VS Media 想让更多人看到你吗 欢迎来投稿 投稿银结就在这边这边这边 奔靠运动才会造就一个不横向发展的体型哦 但是我刚刚讲的方法也有一些人要稍微提醒一下 像是孕妇孕妈咪 老人家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或肠胃道疾病 比较敏感的人都要注意 间歇性的这样子的运动呢 比较不适合老人家有心血管疾病的人 而那些染脂食物呢 多半会比较刺激胃酸的分泌 肠胃道有不舒服情形的人都要比较注意了哦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分享 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喜欢什么话题我们都可以一起聊 好 太阳要下山 我要下座 拜拜 好 太阳了 你看